大家好我是Shelly 今天的影片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平常是怎麼在家裡保養活髮的 因為我們朋友 我好愛這件T-shirt喔 其實我剛剛在錄影之前還在看Friends 如果以後我每個影片裡面都穿這件T-shirt 不知道會不會被嫌棄 這影片是非常高的請求 所以我終於生出來了 雖然我自己不是專業的髮型師 但是因為我很注重頭皮跟頭髮保養 所以我多少有一些心得 我以這樣的保養方式大概持續有兩三年 不但沒有任何問題 滿意外的是我頭髮還滿常被誇獎 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 先跟你們說我的髮質好了 其實我是頭皮很容易出油 我大概就是洗完頭隔天就會出油的人 頭髮也是屬於比較粗硬髮質的 有自然捲所以很容易毛皂不好整理 在過去數不清的幾年裡吧 我每一年都有看縮毛矯正 縮毛矯正的作用大概就是讓頭髮變得非常柔順又很直 可是跟以前的平板燙又不一樣 沒有那麼的死板 持續這樣每一年燙燙了很久之後 我有發現我的頭髮沒有像以前一樣那麼毛躁 我上一次燙其實是前年的事情 但是我現在也沒有辦法燙 因為我已經有漂頭髮了 如果你有漂頭髮的話是不能燙捲或燙直的 喔還有一點超重要 頭皮跟臉是同一張皮 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也是 超震驚 但是其實後來想想也覺得 因為我們的臉到這邊沒有斷掉 它就是跟頭皮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想預防臉下垂的話 除了花大錢在保養品上面 千萬不可以忽略頭皮 那在保養過程我大致上會分成三個步驟 一個是洗髮前 一個是洗髮的時候 最後一個就是洗髮之後 我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我的方法之外 我也會放入一些示範的小短片 讓大家更了解步驟跟做法 我可能也會帶到一些 就是看似沒有什麼的細節 但我自己非常注重 因為畢竟魔鬼藏在細節裡 所以yup get ready 我已經知道這影片會很久了 你們現在其實可以按個暫停 如果要做筆記也可以拿個筆跟紙 肚子的話可以再順便拿吃的跟喝的 然後再繼續看下去 OK! Let's do this! 洗頭髮前有兩個產品 第一個是法國的 荷納法瑞 Complex 5 5號頭皮精油 裡面有柑橘跟薰草精油 味道非常舒服 那主要功能就是可以 深層淨化跟舒緩頭皮 增加頭皮的血液循環 進而讓髮根更強健 我用的方法就是將頭髮分線 一排一排的到 最後按抹頭皮 讓髮油均勻分佈在頭髮跟頭皮上 雖然使用方法上是說留5到10分鐘 但我會靜置一個小時 因為我會順便上霧髮 等一下你們就會看到 用完不會有那種 哇!我頭髮順便變好多 或者是 喔!我的頭皮有在呼吸的感覺 我覺得沒有那麼誇張 但頭皮的確是會有一種涼涼 很舒服的感覺 而且它淨油的味道可以殘留到隔天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頭皮容易出油的人 不過這一瓶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台灣的髮型師有跟我說 它裡面成分是有孕婦不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嘗試的話 我建議還是等到生完之後再使用 第二個產品是 肯邦的去脂凝膠 這是日本的牌子 我是跟我台灣髮型師買的 不過後來查了一下 發現台灣也買得到 它主要是天然柑橘萃取的配方 可以徹底清除多餘的油脂 保護頭皮組織 這一瓶大致上用法 其實跟Complex5是差不多 因為它們兩個頭都是緊尖的 所以其實就是分線 然後倒一排在頭髮上 只是這一瓶是凝膠質地 雖然兩個都是頭皮前導 但我覺得在功能上還是有不同的主打 像Complex5就是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建議一週使用兩次 那肯邦就是可以去除頭皮多餘的油脂 建議一週使用一次 我自己的使用方法是 我一個禮拜會擇衣使用 然後交替 如果說我這個禮拜使用這一瓶 我下禮拜就會選擇用肯邦 塗完頭皮前導精油之後 我就會開始塗剛剛提到的髮膜 這是Bumble and Bumble Balm to Oil Pre Shampoo Mask 我會把頭髮分成三個階段來塗抹 挖一塊之後再掌心搓熱 然後塗在頭髮上面 我會避開髮根的部分 但是特別強調髮味 那現在這邊你們可以看到兩邊塗完的差別 還有髮膜在手掌心搓熱變成油的樣子 第一層都塗完之後 我就會把頭髮分到第二層 然後做一模一樣的動作 確定全部都有塗均勻之後 我就會把頭髮綁成一個麻尾 靜置一個小時 那在等的過程中 我就會開始卸妝 然後順便敷臉 一系列的保養動作 之後就可以直接跳進浴室裡面洗澡 這樣時間分配也剛剛好 接下來就進入到洗頭髮產品 那我第一個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台灣的All Light All Right 標榜是全球最綠的洗髮精 阻擋環保 無類防腐劑 塑化劑 染色劑 環境荷爾蒙等等的添加物 也可能是因為它真的很天然 沒有什麼刺激的感覺 我用起來也沒有那種很神奇 就哇 頭髮變很好 但是有一種很舒服 頭髮沒有任何負擔的感覺 味道也是很清新的 用起來又很安心 所以我一點失心風 買了很多系列 像這個就是頭髮 Color Care 香檳玫瑰護色洗髮精 那這一個應該是茶樹 對 茶樹洗髮精 它是可以淨化問題頭皮 跟潔淨秀髮 還有兩個是我完全都還沒有打開來用的 而且都是一公升 這一個是專業深層洗髮精 深層潔淨頭皮 與髮絲殘留物 但我覺得我現在染頭髮可能不太能用這麼 清潔力這麼強 這一個是綠茶洗髮精 一般髮質抗氧潔淨 再來是Paul Mitchell的Clarifying Deep Cleansing Shampoo 這一瓶洗完頭髮真的非常乾澈 感覺上有點像 就是不管你頭髮上好的壞的 他都帶走的那種感覺 洗完頭髮會打結 所以一定要護髮 我現在比較少用到這一瓶 因為我現在有 有漂頭髮染頭髮什麼的 所以髮型師也跟我說 盡量避免用到清潔力太強的洗髮精 不然頭髮掉色會很嚴重 所以這一瓶目前都是給Kevin 我覺得很適合男生有抓頭髮的時候用 因為他真的就是可以把你頭髮洗得非常乾淨 再來這個牌子也是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的 Bumble and Bumble Invisible Oil Shampoo 主要裡面有六種油可以保護你的頭髮 讓你頭髮軟化 然後也可以預防打結 讓它不毛躁 一開始用它的時候有一種 咩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用了好幾次之後又覺得 欸 有一點上癮 因為它可以讓你的髮洗得很乾淨 不像Paul Mitchell這一瓶洗完 是有點過度清潔的感覺 Bumble and Bumble這一瓶洗完 也沒有這一瓶這麼的色 我想應該是因為它裡面有六種油 所以洗起來是真的比較舒服一點 這一瓶我已經用掉一半了 但是如果用完的話我應該是會再回購 因為我現在就是不能沒有它 我大概如果兩次洗的話沒有用它 我就會非常想念它 Fanella的No Yellow Shampoo 是紫色洗髮精 這一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是因為我有漂頭髮 因為紫色好像是黃色的opposite color 所以它可以預防我頭髮褪色太嚴重 然後也可以維持我頭髮的顏色久一點 髮型師跟我說通常一個禮拜用一到兩次就好了 不用太多次 然後也不用停留太久 因為它會讓頭髮比較乾一點 所以就是讓你頭髮有帶到這個顏色就OK了 再來這個產品是我在最新的Safra Hall裡面有提到的 Christophe Robin Cleansing Purifying Scrub with Cecil 但是我那時候已經介紹過了 所以如果長話短說的話 基本上也就是清潔產品 可以排毒 然後尤其是很適合你剛染完頭髮的時候使用 因為如果你剛染完頭髮 頭皮上可能還會殘留一些染劑 殘留物什麼的 所以它可以幫你去除那個殘留物 那它其實打開來呢 質地上我裡面真的是有那種大顆粒的鹽巴 所以我那時候打開的時候 我有點不知所措 想說欸這個要怎麼用 後來發現就是歪小塊到手掌心 然後開始這樣搓 它就會有很多泡泡 用起來真的還蠻好用很舒服的 如果這瓶小瓶用完 我應該有去買大瓶的 它洗完也是讓頭髮有一種很乾淨很舒服的感覺 但是又比bubble and bumble再更保濕一點 雖然它上面是寫clarifying 所以有點納悶 但我又不太敢太常用 它雖然是建議一個禮拜使用一次 但是我大概平均兩個禮拜才會用一次 因為我也怕頭髮掉色會掉得太快 最後一個清潔產品也算是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它不算是洗髮精 它真的就是清潔 這一瓶髮寶BioA是專門進化頭髮的 它可以提升毛髮柔軟度 光澤度跟蓬鬆的效果 而且還可以用在寵物的毛上 所以我覺得非常神奇 它的開口是非常大的 它是這樣圓的 所以我的髮型師跟我說 就裝在那種醬油瓶裡面 有一個小小開口 就像這種一樣 是你比較好倒在頭皮上的 這個就是daiso隨便買來裝的 所以它不是很美觀 這一瓶是我跟我在台灣 會固定去的髮型師買的 那我會再把他們的店名 跟一些information 放在資訊欄下面 基本上就是可以 帶掉你頭髮長期累積的 垃圾 像頭皮精油跟洗髮精 是帶掉你頭皮上的髒污嗎 但這一瓶感覺上 真的是可以連你髮根的深層髒污 都帶走的那樣子 所以你用完這一瓶 你會覺得頭髮一身輕 就是好像每種頭髮重新開始的感覺 它才有辦法吸收新的營養進去 我台灣的髮型師是說 建議一個月使用一次固定清潔 但是我通常是 最快也是兩個月用一次 因為一樣 就是頭髮顏色 護髮產品 也就是我在最新的Safra Haul裡面 有提到的Briogeo Don't Despair Repair Deep Conditioning Mask 我覺得它比紫色內罐Living Proof更好用 就好用很多 有些人覺得他們兩個差不多好用 但是我很明顯感覺這一瓶更好用 我現在浴室的那個架子裡面 唯一一個護髮產品就只有它 我通常是不用護髮乳 我就是直接用髮膜來代替護髮乳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更自由用頭髮 畢竟我對我頭髮還蠻摧殘的 所以 呀 這個是我真的就是 喔 而且上一次我朋友要買的時候 我陪他去了兩三家Safra 全部賣光 因為它真的太好用了 我這個是在OnlineSafra買的 如果你們還沒有試過的話 一定要試試看 目前這些就是我所有清潔頭髮的產品 我知道還蠻不少的 但是 我有提過給紫髮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說建議盡量不要長期使用同一個洗髮精 因為如果這個洗髮精會在你頭髮有殘留物的話 那你一直用同一個洗髮精就沒有辦法把那個殘留物給洗掉 你一定要換個洗髮精才有辦法把別的牌子的殘留物洗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而且就像擦保養品一樣 如果你一直重複擦一樣的產品在臉上 我覺得腫了應該皮膚也會免疫 塗皮應該也是同一個道理吧 那通常我是兩天洗一次頭 好啦有時候其實是三天 看我會不會出門 其實我以前是天天洗頭 但是我覺得一旦有一天沒有洗的時候 初遇的狀況就會非常嚴重 所以我就決定要減少洗頭髮的次數 來改善頭皮的這個情況 然後我覺得真的蠻有用的 像我現在頭髮就可以維持兩到三天 初遇的狀況都比以前好很多 說完這一產品之後 我就想要跟你們分享我平常洗頭的一些小習慣 跟要注重的細節 雖然你們可能會覺得 蛤不就是洗頭而已嗎 但是其實如果你們上網才會發現 洗頭是有很多訣竅的 要把頭髮洗得乾淨 就對頭髮蓬鬆度或者是乾淨度來講 都會比較好一點 在洗頭髮之前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絕對不能忽略就是要梳頭髮 把頭髮梳開來之後 才可以在等一下洗頭的時候 幫助髒污滑落 這樣你頭髮可以洗得更徹底更乾淨 那我梳頭髮的方式就是會分段式的 我會先抓住髮尾 把頭髮打結的部分梳開來 然後再抓到髮中 再慢慢的梳 梳開之後再從髮根梳到髮尾 這樣子分段式的方法 可以降低對頭髮過度拉扯的傷害 頭髮才不會從中間斷掉很多 進淋浴間之後 我一定會確定我頭髮是 全部濕透毛孔打開的狀況下 才會放洗髮精 那洗髮精擠在手上之後呢 記得千萬不要一整塊直接放在頭皮上面開始搓泡泡 因為這樣會對頭皮過度刺激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敏感紅腫什麼的 所以擠在手上之後呢 在手上開始搓 有泡泡之後再放到頭髮上 然後再用指腹按摩頭皮 千萬不要用指甲 因為指甲也會對頭皮太刺激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不小心抓傷 其實就像你在洗臉的時候 不會把一整塊洗面乳直接放在臉上再開始搓泡泡 應該正常人都是會在手上搓完泡泡之後再開始洗臉 頭髮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每次洗頭髮都一定會洗兩次 因為洗一次頭髮真的洗不乾淨 通常第一次洗頭只是把頭皮跟頭髮的路口帶走而已 洗第二次才有辦法真的把頭皮洗得很乾淨 洗髮精的搭配就是我一次會用清潔功能 一次是用護身功能 因為有染髮 但是順序上的話就是真的看行情 沒有一個固定 洗完之後就是從耳下開始塗護髮產品 髮膜 我用過很多護髮乳的感覺上 只是在你的頭髮表面有一層滑滑的柔順的假象 但是髮膜才是讓我覺得真的有進去毛鱗片裡面 剛剛有提到一個特別產品就是這個髮寶 如果我要用它的話 我就會放在洗頭髮之後護髮之前 等於說在他們的中間 洗頭髮之後呢我就會用這個罐子 均勻的從髮根倒到髮尾 在你倒的同時它就會開始冒泡泡 感覺還蠻生氣的 而且冒越多泡泡越過癮 因為代表它正在淨化跟代謝你頭髮的角質 跟多餘的負擔 確定髮根倒到髮尾都有帶到這個產品之後 我就會用手或是很大的梳子慢慢的把頭髮梳開來 我是按照髮型師來 因為它幫我用的時候它都會梳開 所以我就是照著它做 那全部梳開之後我就會把它盤起來 大概靜置五到十分鐘 那時候可能就會身體去角質 去完角質之後就把頭髮沖掉 然後再上髮膜 這個這個髮膜 再盤起來放大概五分鐘 這時候就可以洗身體 然後就可以一起把頭髮沖掉 我時間都算得非常剛好 洗完頭髮之後呢 我會用毛巾把頭髮整個包起來 讓它把大部分的水分都吸收掉 但是我也不會包太久 因為這樣頭髮很容易定型 你一旦定型之後就很難會吹出碰碰的頭髮 拿下毛巾的時候 我會用壓跟拍打的方式 把頭髮多餘的水分再吸掉 那千萬不要用毛巾來回搓你的頭髮 因為這樣會讓頭髮分擦跟毛躁 很傷害你的髮質 接下來我會用這種大叔子 把頭髮一樣分段式的梳開來 梳完頭髮之後終於來到我們的衛生 就是洗完頭髮之後的保養 兩個東西我也是會擇衣 噴在頭皮上 一個是Owei激活羊巴水 Owei是一個義大利的品牌 我其實很少在市面上看到 人家賣這個牌子 那我也是跟我台灣的髮型師買的 他們大部分的產品我都很喜歡 洗髮精跟髮膜都非常好用 但是唯獨這個產品 其實我用的真的沒有太大的感覺 但是我台灣的髮型師是說 他們的設計師在生完小孩 掉髮很嚴重的時候 用這個效果很明顯 所以可能因為我還沒有生小孩 所以我還沒有太大的感覺 但是就是有朋友保佑的那個概念 另外一個產品是肯幫的冷橘子頭皮清新劑 這裡面有橘子 那Owei裡面有薄荷 所以他們兩個噴在頭皮上就是一個字 涼 非常涼 非常過癮 很適合夏天 你會覺得 我的頭皮重生冷的那種感覺 那它的功能大概就是保持頭皮清新的香味 延緩出油 舒緩頭皮等等的 這我也是第二罐了 這個我非常愛 就是我會一直持續購買它的那種愛 它真的很好用 噴完這些產品之後 我就會在吹頭髮之前 在髮尾的部分塗上面 沖洗護髮 那我最近非常愛的就是 Alterna的魚子系列 Moisture Milk Leave-In Conditioning Spray 這個東西真的就是神奇 你把它擠在手上 搓開之後 梳開頭髮的那瞬間 你頭髮都是用滑的 你會想說什麼是打結 因為你頭髮根本就不會打結 它會讓你頭髮瞬間變很軟 如果我沒有用它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頭髮 髮質沒有那麼好 會比較乾燥 而且沒有那麼柔順 老實說 這也是我的第二瓶了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有試過 然後一直想試試看 棉沖洗護髮的話 就是它 終於在塗完這一東西之後 可以開始吹頭髮了 那我已經用了好幾年的吹風機 就是Panasonic的N97 是之前在日本買的 絕對不要用那種熱到會燙的溫度來吹 因為它非常傷你的髮質 那這台吹風機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功能 是智能熱風 它可以調節成配合室內溫度的一個溫風來吹頭髮 吹起來非常舒服 我第一個一定會把頭皮吹乾 然後瀏海會倒著吹 因為這樣子可以增加瀏海的蓬鬆度 那等確定頭皮都乾了之後 我就會由上往下吹 順著毛鈴片 這樣頭髮才不會毛走 而且也會比較順 吹到半乾之後 再用Bumble and Bumble Invisible Oil的髮油 這個髮油我之前也講過很多次了 它是透明的 它不會影響頭髮的顏色 擦起來沒有任何負擔 不會有那種油油一搓一搓的感覺 很輕盈但是又很保實 非常好用 那我不想要從頭到尾都擦髮油的原因 純粹只是因為我不想要增加頭髮的負擔 所以我就會使用一個免沖洗護髮 跟髮油來分配使用 用完髮油就是把頭髮吹一拳乾 因為這樣頭髮才會比較輕盈又蓬鬆 而且也比較不會因為有點濕度 導致睡覺的時候壓到頭髮變形 在隔天幫頭髮做造型之前呢 也要噴一個隔熱噴霧 目前在用的也是Alterna的魚子系列 Heat Protection Spray 也是降低對頭髮的傷害 畢竟有隔熱的效果嘛 不管我今天是用直髮或是捲髮 做完造型之後 我一定都是用這個 噴的髮油 它其實就是這一瓶髮油的噴霧版本 非常好用 給你頭髮亮度 抗UV 又不會影響到你做造型的捲度或直度 不會把頭髮拉重 然後又很香 可以讓你頭髮一整天都香香的 這一瓶我已經推薦給好多人用了 然後他們也都很喜歡 如果你還沒有用過這一瓶 我真的不知道在等什麼 因為它雖然看起來平淡無期 但真的好用到一個不行 最後兩個產品 乾洗髮 如果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 你都沒有洗頭 但是剛好要出門的話 他們就是我的救星 Elizabeth & James的這一瓶 就像一個香水乾洗髮 它非常香 它可以讓你頭髮 就是散發了一個香水的味道 但是它吸油功能 絕對沒有Live & Proof 這一瓶強 這一瓶就是 你看不出來我沒有洗頭 而且可以維持一整天 很多乾洗髮是你噴上去之後 當下看起來很OK很蓬鬆 但是大概過了幾個小時 就會看起來更油 頭髮更塌 但這一瓶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家裡一定要帶一瓶大的 出國一定要帶一瓶小的 這就是它的重要性 終於講完了 如果你們到現在都還有在看的話 你們真的很厲害 雖然感覺上要注重的小細節很多 但是因為其實這一些都已經變成是我的生活習慣 所以我平常也不會覺得很累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我已經是很反應性的做這些了 直到我真的把它們打出來 總結出來之後 我才覺得哇 原來我平常這麼龜毛 也太多事情要注重了吧 不過每個人的保養方式都不一樣 我也不是最專業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自己一套的保養方式的話 歡迎在下面跟大家分享還有討論 讓大家一起變漂亮 我其實每一次在介紹產品的時候 我都會把產品名稱打在下面資訊欄裡面 所以今天也不例外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找到所有的產品名稱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video 因為過程很艱難 我除了分兩天拍攝之外 我今天的電池還抽了兩次電 因為我畫真的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like 然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一支video見 掰掰 它是可以淨化問題頭皮跟淨秀 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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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化問題 噢聲音都啞了 咳 但是又不是那種 很 很 通常 怎麼了 咳 咳 今天用這一瓶 謝謝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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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